二零二三马东西最新动作电影犯罪都市三震撼来袭 上映仅四周累计观影人数就突破一千万人 利亚银河护卫队和变形金刚等一众好莱坞大片 成为韩国今年守护观影人数破千万的电影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故事发生在韩国省人川市 在人川南港的一艘货船里 一伙日本人正在装运刚刚走私过来的毒品 此时一个叫老周的男人驾车赶到了现场 得知这里被一个警察发现后 老周二话不说 直接拿起一个铁钩将警察活活拍死 这让领头的日本人十分不满 毕竟在韩国杀死警察可不是什么小事 然而老周却一脸的无所谓 警告对方不要再出什么插头 全力准备好明天的交易 原来这个老周是当地缉毒队的队长 而领头的日本人名叫尹田 是日本山口组韩国分会的会长 两人在一起狼狈围艰 偷偷撕吞掉从日本走私过来的毒品 然后在地下售卖从中获取私利 由于他们的毒品质优价廉 一个华裔商人向他们开出了20公斤的大订单 老周和尹田听后顿时笑逐言开 当即同意了这次交易 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 一个男人的出现却将这场交易变成了噩梦 自从制服了张千旦和江海上两大男神后 怪物刑警东哥一月晋升为广搜队的副队长 各种大案要案也是接踵而止 这天东哥一大早赶着去一个案发现场 结果路上遇到一群混混在街头扰乱公共秩序 东哥不得不从人群中战了出来 混混们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什么 见有人多管闲事 红酷男直接对东哥挥拳出击 结果被东哥一拳打断了鼻梁 接着两击泪下双击 红酷男瞬间倒了下去 一旁的混混们见状立刻上前支援 但他们根本不是东哥的对手 凭借灵活的身法和强悍的铁拳 东哥在他们的脸上左右开弓 很快几个混混全都倒地不起 清醒过来的红酷男还想做疏死一步 没想到东哥用了一招声东击西 然后一拳送他彻底进入了梦乡 围观的民众顿时鼓掌欢呼 两个民警此时也终于赶了过来 东哥简单介绍了下情况 随后便急急忙忙地赶往了案发现场 这次的案子是一名女子在酒店房间跳楼身亡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大概率是一起自杀事件 然而等事件后法医却发现 女孩在跳楼之前其实就已经死了 而死因竟然是吸毒过量导致的心脏骤停 东哥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期简单的坠楼事件 通过死者好友的描述 他们是在红浪漫酒吧喝了别人给的饮料才昏迷过去 于是东哥当晚带着同事来到这家酒吧 在线人的引荐下 他们顺利进入了酒吧内面 可当东哥想上楼去查看情况时 一个剧情壮汉却将他拦了下来 没办法东哥只能用实力说话 一拳将壮汉送入了梦乡 上楼后东哥在厕所里正好撞见有人在交易毒品 于是他跟进了贩毒小伙的包厢 二话不说拿出手机就是一顿拍照固定证据 两个小伙这才反应过来有人找茬 立刻起身反抗 结果被东哥一个大耳光扇晕过去 巨大的声响把睡醒的壮汉再次引进 结果东哥一拳再次送他入门 另一个保镖也没挺住多久 被东哥三两下轻松制服 从贩毒小伙的口中 东哥找到了酒吧经理的包厢 没等经理反应过来 直接就被东哥按到了桌上 随后他被抓到了警局 然而这个经理是个懂法人 面对警方的问话他由言不尽 表示在律师来之前他什么都不会说 但显然他不知道 东哥可是出了名的文明指法模范 只用一个眼神 同事们立刻动身开始打扫房间 经理瞬间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同事清洁摄像头的一瞬间 经理突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给掀翻到了桌子上 等他再次醒来后 态度立刻发生了180度大伤 乖乖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交代了出来 顺着经理的线索 东哥成功调查到毒品 是从日本山口组那走私而来 很快队长就带人锁定了 一个山口组的联络点 双方瞬间在房间里展开混战 两个日本人由于刚刚吸食毒品 战斗力异常惊人 好在队长及时出手 用电击枪将二人制服 随后他们在房间里 搜到大量毒品和一把警用手枪 然而就在队长带人高兴地凯旋而归时 一辆车子突然杀出 将他们的面包车狠狠地撞到了路边 只见车上下来三个蒙面男 不仅抢走了后备箱里所有的毒品 还把两个日本人当场灭中 而带头的蒙面男正是老周 他带人抢回户屋后 怒气冲冲地来到了尹田的据点 一个小弟还想上前阻拦 结果被老周抓起头发一顿狂山 老周再次警告尹田 不要再出任何问题 另一边东哥得知情况后 急忙赶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同事 虽然车上的毒品都被抢走了 但那把警用手枪却保留了下来 通过调取枪械的备案记录 他们发现这把手枪是一名缉毒警察的 而这个警察在几天前突然失踪了 为了掌握到更多线索 东哥只好到缉毒队去寻求帮助 然而前来接待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老周 对于东哥的到访 老周假惺惺的笑脸欢迎 可当东哥想询问失踪警察的情况时 老周却以对内机密为由 拒绝向对方分享任何情报 没办法东哥只能信心地离开 好在通过曾经刑警队的同事 东哥又找到一个叫小胖的线人 起初小胖还以为东哥是来找茬的 展开架势就要和他比划比划 结果被东哥一拳直接干烫 瞬间就没了呼吸 得知东哥的来意后 白癌一招的小胖也是乖乖配合 把影田和他经常出没的夜店 全都交代了出来 然而等东哥带人赶到夜店后 却发现影田根本就不在这里 无奈之下东哥只好开展了 一场文明执法行动 终于从夜店小弟那里 问出影田在城北的某家酒店 他立刻带人向酒店的方向出发 殊不知此时还有两伙人 也在去往酒店的路上 原来就在刚刚 老周在交易地点被影田放了鸽子 影田说他们私吞毒品的事 被山口祖本部发现了 一条会长从东京那边派来了杀手 所以他现在必须带着货躲起来 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这让老周尴尬到了极点 他只好请求买方再给他两天时间 可作为买方的华裔商人 也不是吃素的 到时候我还见不到货 就不会这么好说话了 我往口他妈不干 你是不是什么警察 憋了一肚子火的老周 立刻开始在全城搜捕影田 而影田也并没有说谎 自从运往韩国的毒品 总是出现不明原因的丢失 山口祖本部也渐渐察觉到了异常 一条会长派出 有着青道夫之称的李奇前往韩国 命令他务必要找回那些丢失的毒品 李奇抵达后 带人直接杀进了影田的据点 二话不说 举起武士刀在里面大开杀截 整个会所瞬间哀嚎变野 很快里面的人就被斩杀殆尽 随后李奇命人 绝地三尺也要找到影田 一时间三路人马全都向城北赶去 此时的影田正在酒店里准备携款潜逃 可当他刚走出房门就被人堵在了走廊上 原来是李奇带人率先来到了酒店 等东哥他们赶过来时 影田已经被驾到了车上 好在东哥眼力过人及时发现目标 迅速让同事倒车将对方车子截停 双方立刻在停车场里展开魔动 尽管东哥的铁拳输出异常凶脑 但为了就被困的同事 他还是被李奇的车子撞飞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影田被对方带走 随后队里的同事也陆续赶到了酒店 在现场除了找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 并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而最后赶到酒店的老周这才知道 原来广搜队也已经关注到了影田 就在所有人都为了找到影田而大费周章时 李奇却没有按套路出牌 剑从影田的口中问不出藏货地面 他也懒得再废话 直接一刀就送对方上了西天 影田的死让老周十分不爽 虽然这暂时保住了他的黑警身份 但货物的线索却彻底断了 眼看马上就要到交货的期限 他只能带人四处去寻找所有可能藏货的地方 可当他的手下半夜去影田家里刨墙之时 恰巧遇到了同样来这里找货物的敌气 结果被李奇一刀直接斩杀 看到手下被残忍杀害 老周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 他硬着头皮如约前往交易地点 想和华裔买家再次申请延期 可光头男的忍耐度早已耗尽 愤怒地对着老周脸上一顿狂山 这下把老周也逼到了极限 双方在车库里大打出手 老周捡起一个大扳手疯狂输出 打得光头男和众小弟毫无招架之力 现场惨叫声不绝于耳 光头男最终也被老周活活拍死 此时坐在车里的女会长早已吓得面色发白 老周并没有杀他 只威胁他交易必须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 东哥带人也赶到了影田家的案发现场 得知死者竟然又是一名缉毒警察 东哥再一次来到了缉毒队 他向老周的手下询问 为什么你们的人半夜要跑到影田家里去刨墙 难道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没想到对方非但不回答问题 反而还对着东哥指着点点 气得东哥直接掰断了他的手指 尽管老周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 但东哥此刻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而要想让老周这个幕后真凶浮出水面 看来只有先人一步找到那批毒品才行 东哥立刻再次对夜店小弟展开舌问 야 불 중 켜봐 왜 이렇게 어두워 제가 켜게요 아니 저 야 네 너 약호자 어디 갔어 야 야 야 이거 야 이거 정지 불렀는데 안 꺼지는데요 아 됐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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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왜 이래 죄송합니다 다시 좀 나 코드를 뽑아 보러 갑 이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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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 东哥让小胖伪装成卖家给老周打去电话 告诉对方那批货在他的手里 老周起初并没有相信直接挂断了电话 可当他看到小胖发来的照片后立刻就上钩了 双方约定在一处废弃的大楼里面交易 随后小胖提着背包走进了楼内 东哥一路尾随确保他的安全 然而当小胖打开门后却发现 坐在里面的人根本就不是老周 而是山口祖的李奇 原来狡猾的老周在确定交易后 并没有选择亲自前往 而是把这个信息卖给了李奇 听到小胖的呼声东哥迅速跑进屋里 结果被人从身后偷袭险些倒了下去 得手后的李奇立刻命人打开背包查看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满满一兜子的盐巴 根本就不是他要找的毒品 而此时老周带人在楼下截住了广搜队的车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真正的毒品就在外面的车子里 由于势单力薄 东哥的手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周抢走毒品 等队里的其他同事赶过来时 东哥和小胖已经被李奇带走了 然而日本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抓走的是一个怎样的怪物 清醒后的东哥瞬间恢复了战力 三拳两脚就将李奇的小弟全部干翻在地 李奇健壮立马抽出武士刀应战 尽管他的刀法异常惊人 但在绝对力量面前 一切花里胡哨的技法都是徒劳 东哥趁机举起一个参盘抵挡 接着向内用力一败 一记大力金刚掌直接将武士刀拦腰劈断 失去武器的李奇瞬间无力反击 最后被东哥一拳打飞 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 另一边老周携带毒品准备逃离韩国 可还没等他们的车子起动 一辆吉普车净直就撞了上来 原来东哥早就在毒品包里放了追踪器 二人在大楼里展开最终的搏杀 东哥显然不怎么看成龙大哥的电影 在狭小的空间里根本施展不出自己的实力 被老周打得差点断了起 好在东哥拥有绝对的身体优势 总算成功摆脱了束缚 老周迅速爬行从抽屉里拿出手枪 结果被东哥牢牢扣住手腕 将枪里子弹全部射光 这一刻东哥的反击也终于开始了 随后队里的同事一如既往的山山来迟 东哥独自一人再次消失在了人海中 然而犯罪都市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在片尾的彩蛋里 我们熟悉的老张从一辆黄色跑车里走了出来 之后东哥也再次找到了他 看来下一部作品两个老搭档将再次联手 小伙伴们对此是否有所期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好了我是利哥 我们下期再见